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晨 今天跟各位聊的话题叫做精神讲话 精神讲话这四个字 现在好像几乎看不到了 现在好像也没有所谓精神讲话这回事情 因为时代不一样 我是1955年出生 今年66岁老头 从我小学中学高中 一直到大学就没有了 因为大学如果再有精神讲话的话 大学生是马上就马上就会就会就会起哄就会开汽水 然后就会当场就一哄而散 大学生是不买账的 只有下面那些还有还有部队里面当兵的时代 还有精神讲话 什么叫精神讲话 精神讲话就是没有内容 就是讲话的人不善言辞 但是他是长官 长官比如说校长教育主任 训导主任等等等教官等等等他们上台 还有是所谓社会贤达请来在台上讲 那这些人不见得是一个名嘴 就是就算他很有名气 可是他讲的东西非常枯燥乏味 都是炒冷饭 都是一些大家都懂的事情 他还在那边 满口仁义道德实际是不是难道你仓 不知道 因为你看不到他背面 但是所谓精神讲话就是 他不能舌颤莲花 不能让人家讲的觉得说这个 这个玩死点头 反而让人觉得非常的乏味 枯燥乏味的 直接想打瞌睡 或者直接想把他轰下来 打瞌睡是对自己的一种解放 要把他轰下来 那是对全部的人 所有的听众的解放 集体解放 什么叫精神讲话 我刚已经讲过了 我记得在当兵的时候 部队的长官讲话的时候 全部不管 只要他长官嘛 所以带队官会叫全部 立正 坐在位置上 抬头顶胸 只有他代表 跟这个演讲的人敬礼 军中的讲话 不叫演讲 叫做训化 训化 训化两个字 训的意思是解释的意思 不是我们讲训练 训练 训练是解释练习的内容 叫做训练 要有解说的 叫做训练 可是训化他解说什么东西呢 都炒些冷饭嘛 他又不是那个talk show 那个单口相声 或者是讲相声 会让大家笑一下 没有 尤其军人毫无内容 严肃刚直 安静坚强嘛 没有幽默感 那但是军人 这个长官讲完话之后 他把帽子拿起来戴上之后 那个戴队官会立刻叫他立正 所谓立正是坐着的时候 立正就抬头顶胸 然后那个他转身去跟长官敬礼之后 没有鼓掌 没有绝对军人讲话 长官讲话不能鼓掌 这个军人认为是 因为那个叫训化 训化是上对下的 只要官大学问大 只要他的位置在位阶比你大 他就是讲话就是对你 对你用教训的方式 叫你怎样这样 那实际上如果他肚子里面 这个倒掉三天滴不出半滴墨水来的人 他也是你长官 所以这个部队 这种你如果说忍受不了的话 就没办法当兵 所以说没有办法当兵 军公教都是这样 那我们再推到学生时代好了 不管是小学中学高中 这些学校都会有派的那些 像校长周会 每个星期一早上都有周会 这是以前我们的国民教育里面规定的 周会校长要讲话 教务主任要讲话 训导主任要讲话 甚至于还有职日的老师也要讲话 那有的时候校长会把任务派给老师 那老师就 年轻的老师就很害怕 那老的老师就可以经常脱壳 这个让年轻的人表现一下 也就脱壳了 可是年轻的人他拿起这个任务就很痛苦 他就要翻书干什么 查找资料 希望能把演讲讲精 讲精彩 其实照理说 老师来讲 是老和尚念经 句句是经 他随时就可以讲 脱壳秀 就像我讲话都没有脚本 应该是 你这个保读诗书是应该在台下 而不是在台上 那已经拉不鸡了 因此我就看到这个 我第一次感觉到精神讲话的乏味 就是在我读初中海军中学的时候 大概是读初一吧 校长安世奇校长请了一个人 那个人是一个所谓社会上的善心人士 说做了多少好事捐了多少款 然后他特别自己注印了一本善书 叫做校经 今天是清明节 2022年的4月5号清明节 所以我特别记得他讲的校经 所以他在台上讲校经里面 从头到尾我就记得这么几句 身体法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孝之死也 然后这个阳明立万 孝之忠也等等 那他讲的东西其实非常的乏味 可是他发给全校同学每人一本校经 薄薄的几页纸 那时候是签字印刷的 薄薄的 那个校经我一直把它当着圣经一样 保存很久 现在还在不在我的书 哪一个书架上面 我不知道 反正当年觉得那个非常的珍贵 现在唾手可得 各式校经一大堆的 但那个时候没有 那时候我读初中的时候 是民国56年的时候 那个时代还是一个清贫的年代 物质缺乏的年代 所以那个是就让那个人在里面糟蹋大家的时间 糟蹋周会 他讲了很多东西 第一个他讲话的那个方言口音很重 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但他第二个他讲的孝经 简单讲就是要孝顺 可是那个时代的所有民主也没有 我们碰到了 我们碰到了精彩的演讲者 都到大学以后才碰到 也就是那些教授级的人 他才能舌餐莲花 因为他真的肚子里有祸 有相当多的祸 所以文采外现 那在那个之前我们几乎找不到 在部队里更找不到 部队只有老出 所以我刚讲精神讲话四个字 那精神讲话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讲话的内容精彩 而是他要让你站在那边 让你的那个脚站得发麻 甚至于晕倒 我曾经晕倒过一次 好像是初二吧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那个开节典礼的招会上面 阳光一直照在眼睛上 最后终于昏倒了 解脱了 还好我是往后倒的 没有往前倒 可能往前倒 可能就这个就受重伤了 我往后倒压到别人 别人把我架起来 那老师一看 又昏倒了 马上就送到那个医务室 实际上他们把我抬到医务室 还没抬到医务室上 我已经醒了 就是几秒钟的事情吧 我已经醒了 但是我既然醒了 但是我刚刚怎么会倒下去呢 身体还有点虚热 然后送到医务室 医务室的那个护士 就拿那个阿玛尼亚 对着我鼻子这边医薰我 其实那个 那时候我已经醒了 被医薰以后醒得更清楚了 然后怎么办呢 什么治疗都没有 你就躺在那边 等待招会结束 终于解脱了 其实如果说早知道这样的话 当时脸皮太薄 不然以后只要有这种场面 要精神讲话 我立刻就装昏倒过去 就解脱了 因为他们讲话毫无内容 枯燥乏味 这就是我对精神讲话 这个非常之厌恶 就是对精神讲话 因为任何一个人要站上台面上 要讲话的时候 你必须先掂量自己 先在这个暗中 在背后去好好练习一下 一个律师如果说要跟这个 要在那个法庭上要辩论的话 很多菜鸟律师在家里面 还对着镜子练过 练过工房什么的 那同样的你要演讲也是一样 小犬在高中的时候 那个去演讲比赛 他自己对着镜子练 我叫他对着镜子练 练完之后他还找我纠正 纠正完之后继续练 然后我去修正他的这个细部动作等等等等 让他得奖 凡子种种都是一种尊重这个场面 你这个场面不像我这样子 随口就来 张口就说 我没有脚本 那我想到的东西我就立刻去录 没有准备说要去引经据典 要去抄书 要去干嘛 完全没有 就集习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靠 平常不断的累积的经验 你才有办法这样 但是如果你今天 你要面对上千人 你要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那你要出一寸光阴一寸金 每一个人的 站在这边听你讲话的 这个成本有多高 你要这样想象 所以这个自古如为习上真 当存诚意各修身 这是儒家的儒家说这个这个西习嘛 就是老师教习 在台上的人你要把自己当作是教习 今天今天这个 手不远千里而来 必有利于无果者乎 你既然 你既然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远来的这个老收嘛 你今天在台上 你必须要 要要要要亮点干货给大家 让大家觉得如零 这个这个 这个如木春风 这个 这个让让人家觉得 普降甘霖 让每一个人都得到 得到一些收获 否则你在那边浪费人家的时间 每一个人的时间都非常宝贵 我刚讲到这边 其实为什么只讲说 我是1955年出生 我今天66岁老头呢 因为在我儿子的这个时代 他们从初中开始 从国中开始 就已经没有到操场 学校有学校有运动场 但是他们不在运动场集合 他们早上开那个升级典礼的时候 是站在教室的外面的走廊上面 因为他们是好几层楼嘛 大家都站得像海军一样 站在甲板上一样 站在那个 那一般的学生全部站在走廊上面 站在那个 不管你是第几层楼 站在走廊上 实际上那你就会有些人 还站在教室里面了 根本就不太不太重视 然后就就看着升级 然后校长这些这些人 现在的这些校长都非常省力 没有啰嗦的 有什么东西要啰嗦 大家回教室只好用广播的 全校广播 不用再站在那边 尤其是以我来讲 我从小就是这个 从从初中开始 我可能就有点静脉曲张吧 所以我的腿每次一站久了之后 那个小腿弯的地方 就像有虫子在那边钻洞一样 又痒又难过 再加上流汗 被晒的流汗 滴到那个 流到小腿上面 流到那个身上很难过 衣服扒了身上 但是所谓的精神讲话 就是部队这种讲话方式 他不是要讲什么 有什么内容的 我要抗日 我要北伐 我要剿匪 不是这样一回事情 他讲的东西 都是一些无聊的东西 那因此这个 那些阿兵哥有的时候就会昏倒 你看连一队都会昏倒 这就叫精神讲话 精神讲话 是信念你站在那边服从 听从 那这不是一个一个一个王道 王道是 你讲的东西 让人家听了以后 觉得如木春风 觉得他有所收获 才是你要站台上讲话的 主要的目的 那如果说你只是想让人家 浪费人家的青春的话 人家不但不买账 而且人家会恨你一辈子 因为你浪费了他 一个小时或者是几十分钟 以上吴忠诚跟各位分享 千万不要搞精神讲话 当然现在学校已经没有了 现在小学也没有 中学也没有了 大学也不会有 那现在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星期一开周会的时候 各个学校花钱 有这个预算 请外面的所谓社会人士 不管是名嘴 或者是有名的人 乃至于在媒体上 或者是畅销书作者 到学校去演讲 那有一些人 有些人是无几的 就是你没有车马费 他也来 因为他希望说能够练胆 因为下面有上千个学生 在这边 瞪着眼睛看你 那这些年轻的学子 他那股旺盛的这个朝气 冲到你身上来 你会被加持到 所以很多人没有钱 他也去演讲 那少部分人是因为有名 去演讲之后 让学生知道 那个人原来是一个聋哑人士 他在里面今天学了一个手语是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我女儿以前曾经就知道 某某人 因为他们学校就是这样 高中的时代 每个礼拜一周会的时候 都是请一个社会人士 社会人士就在大礼堂里面 大家集合 坐在那边就听这个社会人士 在讲他的故事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节目 自媒体的节目一样 以上跟各位分享 这个精神讲话 我希望是变成一个历史名词 连部队也不要 也不要再搞精神讲话了 现在再来 再来在这边干咳几声 然后在那边讲一些言不及议 或者是这些长官 不好好在闲暇时间 好好读书 好好的充实 只知道打麻将 只知道贪污 独职 在大众面前 在这边一一啊啊 没有办法 让人家如木春风 如醍醐灌顶 那就干脆不要上台 以上跟各位分享 精神讲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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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